在風龍新街服務了街坊已有23年 我是風龍新街風龍方會的理事長 其實風龍新街在過往這條街是非常旺的 因為這裏全部都是經商的要點 在很多年前其實外面有個碼頭 那邊的碼頭很多的旅客和商務 全部都在那裏下船 下船後最近就來這裏 所以這裏特別多大飯店 好像有很出名的中國大飯店 那些全部大飯店都在這邊 亦有很多外商或者有些下船的水手 他們每個人來這裏購物 吃 玩 所以這條風龍新街以前是一個主要經商的街道 其實全世界現在都是旅遊城市 都很注重保育 其實全世界都很注重保育 當然這條街它的特色 就是整條街都很整體 都是有中國特色的 中國的色彩 這樣如果能夠保育當然是最好 但是我們澳門特區政府 其實在這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它由紅色轉綠色 其實在以前是綠色先的 在這裏其實初初開放的時候 旅遊業是帶動到這裏非常之好 由於他們那邊 沖仔那邊配套就比較足 亦都成熟很多 慢慢我們這邊就叫做舊區 舊區老舖 對於遊客來說 來這邊交通不太方便 所以慢慢我們這邊的人流 比起以前就是少 由於疫情關係 其實整體整個澳門市面 都是差的了 我們旅遊區就叫做重災區 因為沒有遊客 我們這條街全條街都靠遊客 有時他們告訴我 這些商店 一天就買一瓶水都買不到 一瓶水幾元 你怎麼能夠維生呢 燈油火納水電 豪租人工 所以他們很艱難 去捱這兩年幾三年 幾年了沒有了生意 特別我們叫酒店賓館 每天都只有幾間房間 電費都不夠 我估計七多年 又交租又成的 最近又好一點點 但是那個疫情真的沒有了生意 希望他們有些已經關門了 但為何想捱下去呢 因為他們都想 有一天旅遊開了 政府能夠推動這條街 做一個很好的旅遊景點 他們有重生的機會 亦都可以繼續在這裏做生意 因為大部份其實這裏都是老店多 如果他們一倒閉就沒有人承接了 其實真的很可惜 硬件要做好 好像他們說 晚上這裏的燈光是不夠的 其實一個街道 如果晚上的燈光會好些 就吸引在深馬路走進來 都容易些 這裏燈光火著 都容易來 希望在這方面 政府能夠做多些 另外線上線下的宣傳是最重要 因為現在網絡的世界 全部都是靠這些線上線下宣傳 多些宣傳這邊的特色 我們一條古老的街道 歷史 一個說好 一個故事 希望吸引一些人來打卡 有人打卡 有人買東西 買東西就吃東西 這條街 慢慢希望可以蓬勃上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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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